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纽约市抗疫变暴乱 周一晚上11点到凌晨5点宵禁 中共抹黑美国遭的驳斥 安提法被定为恐怖组织 海外红媒体捧《国安法》评论指中共垂死挣扎 NASA宇航员说 龙飞船对接过程顺利超乎想象 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新闻 首先带您关注美国纵的川普周一晚间发表演说 表示将动员军事人员来打击国内恐怖组织暴乱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他建议地方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 如果州府和市府拒绝采取行动 他将动员军队来解决问题 川普还提到了煽动暴乱的无政府主义者 和反法西斯激进极左安提法组织 并表示和平的抗议声音被愤怒的暴民淹没 我会斗争为你保护 我是你的法律和法律 他表示已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派出数千名武装军人和执法人员来阻止暴乱 发言结束后他前往探视临近白宫 有200年历史却遭暴民纵火的圣约翰教堂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综合报道 周末纽约市多处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机会 不过抗议在夜晚演变成为暴力和抢劫活动 数百人被逮捕 包括纽约市场的女儿 纽约市也将从今天晚上开始执行宵禁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纽约市打破了两个多月以来的成绩 纽约市多地出现大规模因佛罗伊德案的抗议机会 抗议人群不顾社交距离的规定 在时代广场 布鲁克林大桥和可勒纳公园等 著名地标展开游行和集会 警方表示白天的抗议还算和平 不过到了晚上抗议则完全变了味道 警方公布的一段录像中显示 抗议者围住警车并将燃烧物抛向警车 周六下午5点多 两名非裔女性在曼哈顿著名的 圣派翠克大教堂的墙壁上涂上屋檐会语 在曼哈顿SOHO区暴民砸破玻璃 闯进名品商店抢劫 周一早上商店门口凌乱的景象随处可见 媒体报道 纽约市长白思豪的女儿 也在周六晚上10点半左右 因违反警方禁止集会的命令被捕 目前纽约州长库默已经宣布 纽约市从周一晚11点到周二早5点执行宵禁 库默也表示今晚纽约市会增加一倍的警力 将有8000名警员出动执勤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 明州非议男子死亡案引发美国多地的持续暴力抗议 川普宣布将把其中的安提法组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该组织的共产党背景受到关注 美国黑人男子在警察办案过程中死亡 引发持续暴力抗议事件 中共喉舌对此长篇雷读报道 大肆宣传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顾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以黑人的命也是命 我不能呼吸来讽刺挑衅美国 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中共用虚假信息操作试图转移民众注意力 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也指出 和平抗议是美国民主基石 这与专制国家完全不同 川普总统周日宣布 美国将把安提法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近日抗议当中 安提法成员从事多种暴力行动 包括殴打民众纵火和打劫银行 安提法是反法西斯主义缩写 为极左翼组织 1932年由德国共产党成立 并以共产主义阵线原则为基础 直到现在安提法与共产党关系依旧密切 周一在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斯尔已宣布 本周一和周二晚七点开始宵禁 从上周五起连续三晚都有抗议者 试图冲击白宫 不少店铺和建筑物被暴力损毁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五角大楼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斯伯丁将军表示 这起活动是共产主义势力 有组织的暴乱 目的是毁坏美国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日表明 将把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 而安提法是极左翼组织 与共产主义有关 五角大楼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中国问题首席专家斯帕丁将军 在5月30号发推文说 他们得到中共 俄国人和其他人士的支持 这与我们这个国家无关 与那些想看到美国 被摧毁的国家有关 旅美时事评论家张林认为 这次美国的暴动事件 属于中共在背后推波助澜 根据科罗拉多州丹夫党 9news新闻台在5月29号的直播 示威活动中一面写着 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横幅赫然醒目 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留言 现在CCP已经毫不掩饰 他们要输出革命的意图了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纽约报道 纽约州州长库莫 担心大规模的人口密集活动 可能会引发第二波疫情 因此他宣布 周一晚间对纽约市实行宵禁 目前纽约州的各项疫情指数 还在持续下降 最新的州府数据显示 单日死亡人数在周日 已经跌至54人 州长库莫州一表示 担心近期发生的抗疫活动加剧疫情 他警告大规模抗疫活动 可能推动第二波疫情 我们在一天有800人死亡 我们在美国的美国的最悲凶状态 在一刻我们在世界上有最悲凶状态 就不要拆掉败的力量 从冠状态下降 库莫指出 此次的大规模抗疫活动 有数千人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甚至没有戴口罩 他担心人群中出现超级传播者 库莫随后发布消息从周一晚11点 至隔天早5点 对纽约市实时宵禁 后续看情况而定 并且将增加超过周日晚一倍的警力 部署约8000名警员 库莫也表示 动乱可能使纽约市将在6月8号 开始重启经济的计划复杂化 而关于重启经济部分 库莫表示 预计纽约西部地区将在周二 加入第二阶段重启 而州府地区则是会在周三加入 相关行业包括资讯科技 金融保险 房地产 零售业 理发业 汽车租赁等 新台人记者宇婷 纽约报道 纽约市反恐事务副局长米勒周日表示 纽约市的暴动由来自于 纽约市境外的极端组织 事先策划 将和平抗议计划为暴乱 市长白茨豪也表示 有动机不纯的暴动分子 混入到抗议人士 纽约市反恐事务副局长米勒表示 有证据表明来自纽约市境外的 无政府主义组织成员 有意计划在抗议活动中煽动暴力 米勒说纽约警察局高度相信 这些未居民的团体组织 事先高度策划破坏性袭击和暴力 他还说自5月28日以来 被逮捕者中有七分之一来自外州 纽约市长白色豪周一表示 将尊重和平的抗议者 并处理故意制造暴力的分子 市长表示 这些暴力分子混入不同的人群中 让警察难以辨别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纽约报道 俄罗斯印度墨西哥疫情严峻继续开启 以色列或将再次封闭 欢迎回来 截止到6月1号下午 中国大陆以外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 已达626万 死亡超过37.6万人 我们带您关注全球疫情的情况 俄罗斯从6月1日起进一步解封 在莫斯科 汽车展厅 修理厂 和干洗店等非必要企业 已经恢复营业 从3月下旬关闭的购物中心 和大多数公园也重新开放 但儿童游乐场和体育设施继续关闭 截至周一 俄罗斯的确诊人数已达41.5万 印度周一在添7611个新增病例 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法国 达到19.8万人 尽管疫情严峻 印度仍然从6月1日开始 解除全国封锁 全国各地的火车恢复运营 被迫在大城市滞留两个多月的农民工 终于可以登上返乡的列车 数百万墨西哥人也在6月1日这天 返回到工作岗位 在墨西哥城 工作人员在地铁站设置的排队机制 降低感染机率 不过 墨西哥过去一周的感染及死亡人数 均创下新高 截至本周一 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已突破9万 近1万人死亡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周一确认 一名工作人员感染中共病毒 但并未说明该工作人员 是否与总理内塔尼亚胡有过接触 今年3月和4月 内塔尼亚胡先后因为助手及卫生部长确诊感染 而进行过两次自我隔离 但他的病毒检测均为阴性 以色列过去一周的感染人数有所上升 内塔尼亚胡警告 如果感染趋势继续加重 将重新实施封闭措施 目前以色列有超过1.7万人 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纽约市计划6月8号重新开放 对此纽约市民们做好准备了吗 来看一看 纽约市离计划的开放还有一周 在此之前 纽约市仍是全州唯一没有进入 重启第一阶段的地区 纽约市长白思豪上周五表示 纽约市第一阶段的重启 将会使至少20万人重返工作岗位 这是人们在地铁上保持社交距离 成为一个挑战 也有纽约人谈到了 对疫情过后的生活的预期 我认为这场地区的城市会看起来 我们的新平址 会更改变 会更改变 比较更改变 但新唯一是非常 adaptable 我认为有很强烈的社会 在这里 911的时间和结束 有没有写的时间 没有写的时间 所以 改变化 从一个社会的角度 是很难解释的 我们不知道 改变化 新台人记者金石 奥利福 纽约报道 纽约市目前即将进入第一阶段的复工期 不过到目前为止 MTA仍然没有明确的制度出台 如何帮助人们在搭乘公共交通期间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纽约市长白思豪曾表示 未来两周内 纽约市可能会有20到40万人重返工作岗位 不过复工之后 民众的通勤成了主要问题 如何能在大量乘客搭乘地铁期间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大都会运输署MTA 至今仍然没有出台明确的准则 纽约州长库默此前表示 公共交通系统必须保证安全干净而且不拥挤 目前为止 MTA已经在夜间关闭地铁运作 来清洁车厢和驱赶游民 不过这一做法是否会持续到复工之后 以及如何让民众在搭乘地铁时保持安全距离 这些问题市长和MTA仍然没有做出明确回答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 海外红色媒体捧国安法 评论认为中共在垂死争扎 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声浪 周四中共仍然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草案 与此同时 中共的红色媒体也在海外高调宣传 市政评论员武凡认为 中共正在做垂死挣扎 利用大外宣放手一搏 多年活跃于南家媒体圈的武凡指出 随着港版国安法被强行通过 许多海外红色媒体 如乔报 世界日报 新岛日报等 纷纷表态支持 武凡认为中共此举是作贼心虚 在我看来是习近平的力量越来越弱了 他需要用大外宣 再转变成大内宣 去影响和控制中国的老百姓 与其常常讲出口转内销 现在不要出口了 我这就派出去 我再把他这些写的东西拿回来 都是他们一批人干的 武凡指出 近年来中共的海外大外宣和造谣 已经引发各国民众的强烈反感 如果他有市场 他不需要那么样的 战狼式的外交 那样的破欧大骂 那样的造谣大外宣 来这一套了 你都讲真话讲实实 人家就知道你就接受你了 所以总的来讲 他越疯狂越证明他越没有力量 他越得不到政策人的眼光 就会去支持他 29日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港版国安法的通过 让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复存在 沦为一国一制 对此美国也不再给予香港特殊待遇 武凡认为 中共公然违反国际条约 美国也有力收回香港的优待特权 而且接下来 美国可能将出台一系列详细的制裁行动 武凡指出 由于武汉肺炎疫情 各国已经看清中共的本质 美国已经开始检视大学校园和华尔街的中共渗透 显示中共的大外宣计划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新唐人记者王滋宜江领达 洛杉矶财本报道 为了今年六四学生运动 31周年视觉艺术家协会 5月31日 在网络上举行了六四纪念级颁奖活动 当年的死难者呼吁人权自由 由于疫情 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改为网上举行 六四发生时 正准备高考的王斌表示 他相信总有一天天安门广场上 会树立起一座六四纪念碑 六四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六四运动开始的时候 我正好要参加高考 当时复习非常紧张 但是师生们都非常关心学院的进展 有些同学还特别的激动 但是六月四我们听到的 却是天安门大屠杀的噩耗 紧接着 共产党就发出通缉令要捉拿这些学院领袖 袁六四学生领袖周凤所表示 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 使许多人丧生 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中共肺炎瘟疫流行 导致全球无辜生命死于疾病 这证明了中共再祸害全世界 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亚亚表示 中共一直隐瞒他们的暴行 但是人们不会忘记 八九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真相 活动当天 艺术家协会也为吹哨人李文亮 以及向英国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的医生 曾银春 曾燕等八人颁发人全讲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下方报道 NASA宇航员说 龙飞船对接过程顺利超乎想象 欢迎回来 英国政府计划携手10个民主国家 自信研发5G网络 降低对华为的依赖 来看报道 就在今年1月中旬 英国议员陆续呼吁政府 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 现在英国政府计划筹组 D10联盟要携手10个民主国家 自行研发5G网络 英国首相强生发言人证实 当局希望在5G行动网络建设 降低对华为的依赖 英国计划筹组的D10联盟成员 包括G7的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7国 外加澳洲 印度与南韩 另一方面强生要求官员制定计划 减少华为对英国基础建设的参与 目标2023年将其完全排除 其实先前强生原本决定 让华为参与英国部分的 5G基础建设 这回随着中共肺炎疫情爆发 加上近期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 强生政府态度大转弯 对于逐步排除华为的决心 可说更加坚定 新唐人亚电视赵婷玉整理报道 上周六 美国宇航局和SpaceX工作合作 在时隔9年以后 成功从美国本土 将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 周一 宇航员们通过视频连线 描述了飞船对接的过程 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美东时间周日上午 在经历了19小时的飞行之后 SpaceX公司的龙飞船 飞向了国际空间站 开始执行对接任务 对航员赫尔利和本肯来说 对接过程顺利的超乎想象 目前这两名宇航员还不确定 会在太空停留多久 有可能在一个月内返回 也有可能在太空停留两到三个月 赫尔利与本肯将在太空完成环境控制 显示器控制以及推进器操作等系统的测试 任务完成后 两人将再次乘坐龙飞船返回地球 并在大西洋上降落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今日大女新闻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